女人到了中年,面对男人的嫌弃,女人有这六条路可以选择 很多女人在步入婚姻殿堂的开始都还是一个小公主 但是当时间的增加,特别有些女人在有了孩子之后就开始放弃对自己的管理 很多心都铺在家庭和孩子身上 女人这样全心全意,很多没有换来男人的垂帘 反而会让很多男人开始嫌弃 认为女人没有形象,长得也没有外面女人好看 看你到了中年之后,不想被男人嫌弃 那你就试着去这样做,提升自己的内在 女人虽然外表重要,但是自己的内在是最重要的 提升自己的内在不仅可以让男人对你欣赏 你还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所以不想被男人嫌弃,那你可一定要记得提升自己的内在 女人的内在往往能够体现一个女人的品位和她的性格 所以即使你长相频繁,也要记得多去提升自己的内在 舍得为自己花钱 很多女人到了中年之后,因为家庭多了一个孩子 所以什么东西都会省着 你这样为男人节约,很多男人刚开始会觉得你很懂事 但是到了后面,她就会开始嫌弃你了 女人舍得为自己花钱,并不是说在一些无用的地方 而是在打扮自己,还有